游戏的世界有没有科学依据 能不能把它们搬到现实中来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灵源验证节目 灵源终结者第15集第4集 大家好,我是山哥 这次终结者的一整集都是游戏特级 市面上有成千上万种游戏 这个专题貌似有点太宽了 不过亚当早准备 他选出了两款挺居代表性的作品 先来看一看一个叫做毁灭战士的游戏 这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FPS 身处游戏中射击怪兽 通过任务或存盘点进行补给 重点是在游戏中 无论你捡起多少东西 都不会影响你的移动速度 臭弟弟要研究的就是这一点 腹中这个东西在FPS游戏中 确实不太被重视 顶天是限制你可以拾取的武器数量 而不会影响角色的移动速度 那放到现实中会如何呢 中间者需要搭建游戏中的场景 来到梅尔岛军事基地676号建筑 这是个废弃的X设计设施 里面的环境非常棒 周围都是钢筋混凝土墙 整个场景就像空白的画布一样 非常适合制作真实的游戏场景 为了让实验更精确 让真实世界与二次元接轨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和虚拟世界一样的尺寸 以及怪物和武器的数量及位置 都要确保和游戏中一样 怪物10个 武器9个 不计弹药2个 一料包3个 为了把场景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职与软件公司的大手 TiM 此公司就是毁灭战士的创作者 TiM作为创意总监 设计了成千上万个关卡 请他来帮忙搭建场景准备做 武器涵盖手枪 散弹枪 以及机关枪等等 重量都与现实世界重量一一对应 首先测试关卡10 每当闯关者捡起一个新武器 就能放弃之前的武器 第二个测试 则是要携带所有捡起来的武器 各部门准备就绪 游戏即将开始 要求亚当和解米通过迷宫 杀掉所有怪物后离开 最后记好所用时间 首先是解米的对照组测试 每当他看到一个武器 就放下旧武器 改为使用新武器 进入关卡 解米玩的不亦乐乎 手枪加特林 等离子步枪不断切换 因为怪物随即出现 导致解米在游戏中走走停停 为了生存下去 他必须谨慎的与怪物对抗 关顾着爽了 时间上没太在意 最终通关时间为5分53秒 接下来该轮到亚当了 玩这方面 他可不比解米差 看这家伙的表情 比怪物还要猙獰可怕 活脱脱一个 杀人狂魔嘛 最终通关时间 要比解米稍快 5分38秒 对照组测试完成后 是时候开始正式游戏了 这次他们要带着 所有物品进行创关 随身携带物品清单如下 两个子弹箱 三个医疗箱 九把和毁灭战士一样的武器 总共加起来重达36.29公斤 亚当仰卧推举最大重量 81.65公斤 杰米仰卧推举最大重量 90.72公斤 游戏腹中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大 那么有请杰米率先登场 他的对照组成绩是5分53秒 游戏开始 杰米准备好背包 绕绳以及手枪 干掉第一个怪物后 10到第二把武器 伴随着腹中一点点增加 可能会因此拖慢他的速度 不过这其中 有很重要的两点要考虑 首先这个游戏需要战术参与其中 也就是说 不需要太快的过关速度 第二 身上线速的作用 也叫应对战斗的荷尔蒙 在你紧张时释放出来 主要作用于你的肌肉 让人能有更大的持久性 背了一身装备的杰米 盯了光浪的继续前行 看他的样子才像是boss 步伐矫健到步履蹒跚 以至于最后一颗子弹箱 都是踢到终点的 这也导致他花费了两倍的时间 才通关 11分59秒 这成绩也有些糟糕 杰米也从对照组结束时的 意犹未尽 变成了现在一点也不想玩了 赶紧斜着去 换亚当上场 游戏开始 亚当尝试更有效的分配复载 适当的使用背包和吊绳 开始还好 到后面身上就没有足够的空间 来挂武器了 随着负重越来越多 他的复载优化分配计划 也越来越离谱 成绩也越发无法直视 通关时间来到了10分17秒 游戏体验与杰米如出一辙 说什么都不想再来一次了 以哥俩的能力和体验来说 流言应该是被终结了 但考虑到哥俩的体能 与游戏角色相差甚远 终结者请来了一位 终极格斗锦标赛的重量级选手 布兰登 身高1米93 体重111公斤 UFC重量级决赛选手 日本柔道专家 最大仰卧推具重量 176.9公斤 妥妥的大坏蛋一枚 各方面身体素质 都与游戏角色相当 真正的精英挑战开始 布兰登的速度飞快 在4分钟内完成了控制组测试 但这位终极斗士 携带所有武器会怎么样呢 稍作休息 恢复体力后 第二次测试开始 冲出大门 布兰登和上次一样速度飞快 两把枪总共8.16公斤 毫无拖慢剂效果 15公斤一样没效果 就算是沉重的炼锯 也对他没什么影响 当他喘着粗气 踢开终点的大门时 终结者都惊呆了 4分03秒 这还是 在他忘了背包可以用 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的情况下 所达到的速度 比哥俩只拿一把武器还快 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通关 最终几乎看到流言快要终结的时候 终极斗士布兰登站得出来 让这则流言变得有可能实现 另一个流言是水果忍者 亚当想知道 他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实现 也就是像游戏中一样 轻松的切水果 很多人做过相关测试 但测试结果众说温云 终结者决定了结这则流言 亚当首先在游戏中进行三次60秒 极准测试 平均每分钟能切100个水果 当他面对真正的水果时 是否有同样的效果呢 团队来到了位于旧金山的旧海军造船厂 在空地搭建一个支架 上面放了一个平台 作为忍者的亚当将会站在上面 这样大家都能安全的往下扔水果 而不至于被他砍伤 为了能让水果每次都准确无误地扔到面前 终结者专门请来了杂技演员 担任这一工作 众多水果放在网兜 三位杂技演员整装待发 臭弟弟穿上忍者服饰 手持50刀站在高台 目标是超约他之前 每分钟100个水果的基准测试 水果忍者开始 当一开始就看得出 即使是经过训练的亚当 也很难切到水果 水果比游戏中移动得更快 亚当比游戏中动得更慢 这个节奏还得慢慢摸索 当降低挥刀幅度后 命中率才得以提升 大中型水果 比如西瓜 菠萝 一整串香蕉等 切起来还是非常过瘾的 60秒转瞬即逝 臭弟弟也用切开了30个水果 虽然比游戏里要爽 但成绩属实太难看了 归其原因 杂技演员有两处不当的操作 首先他们没有足够快的速率扔水果 其次这些水果离亚当过劲 导致他很难切到他 根据问题稍作调整后 冒牌忍者第二次测试开始 从第一个水果被切开就能看出 这次的游戏进步很大 杂技演员们每次都能抛到正确的位置 速率相比之前要快上不少 亚当也开始越来越像游戏一样的切水果了 时间越来越近 臭弟弟越来越专注 不过最终成绩依然不太理想 只有55分 他发现了三点与游戏不符的地方 首先恐虫切水果的难度更高 第二现实中的水果比游戏里更小 第三游戏中的重力与现实不同 水果们并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 通过总结经验 杰米想出了一些鬼点子 欢迎收看水果炼锯 没错 哥俩把50刀换成了炼锯 不需要大幅度挥舞武器 只需要让炼锯触碰到水果 飞速运转的锯齿就能干掉它们 不得不说 这效果非常优秀 这可是节目播出以来最甜的大杜杀 但是好玩归好玩 流言还是被终结了 本期流言终结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携带满身武器复战场是有可能的 现实生活中的水果忍者 无法达到像游戏中那样的速度 今天的流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有趣且可信的流言 欢迎在评论区流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哥 我们下期再见